台湾当局对我们提出的两岸融合示范区做回应了 那肯定是拒绝了吧 那既然拒绝了我们最后的善意 那我们就应该重点考虑一下 统一之后该怎么治理台湾地区了 其实说起来也不是很难 尤其是以武统的方式完成统一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台独当局之所以对抗统一有这么大的底气 无非是来源于两点 首先就是美国撑腰 如果说我们完成了统一大业的话 那就等于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给瓦解了 那台独就把自己的命运和美国捆绑在一起 为了美国你自己要把住在这个地方的霸权 你都得保护我这个台独 把这个事情完全捆在一起了 第二点底气就来源于它的经济实力 我们看台湾地区 它已经深深的镶嵌在美国所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中 无论是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 以及还是利益分配该得到的东西 都是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和需要 我们再看台湾地区的产业是比较单一的 主要依靠芯片制造业 虽然说工艺和精度 台湾地区已经堪称是世界第一 但是这也只是半导体产业 乃至电子产品产业链中的一部分 就以芯片制造来说 上游的光刻机还有各种原材料 以及下游的最终产品 台湾地区它都做不了 而且芯片制造业规模确实是比较大 投入也比较大 技术含量也比较高 但是它的利润率并不高 台湾地区的这种发展模式 本质上就是拉美地区的香蕉模式 什么意思呢 拉美国家只为美国提供一些咖啡 香蕉这些农产品 它就行了 别的美国也不让它去干这些事情 台湾地区只不过说 咱把香蕉换成芯片而已 其他也干不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芯片就相当于美国 对拉美那边说的那个香蕉 美国海外扶持的产业 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 就是我这条产业链需要干什么 我不能让你在一个地区 把它给齐全了 分开给我配套 美国搞这种单一经济模式 完成一个整体的配套 一旦我不需要 你在这边充当这一环 或者说我所主导的这个产业被冲击了 那美国我就会选择放弃或者进行调整 台湾地区这种产业比较单一的地方啊 一旦说它这个支柱产业要倒了的话 那么岛内重新就会进入到啊 回到这个农业旅游的这个生态上了 这个是不可能支撑这种高收入 也不可能支撑比较高的生活水平的 那么芯片制造这个支柱产业是否出问题啊 一是看美国是否还需要它 或者说美国还是否要它在这个台湾地区来完成 二呢就要看客观上了 就是呢有没有其他对手能够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产业体系之外 搞出同样的东西 如果这一点打破了美国技术上的垄断和产业配置上垄断的话 那台湾地区的这个支柱产业也就变不成支柱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拿台湾地区和香港来对比呢 那么台湾地区啊 它没有并没有发展出一块独立的 以链接东西方为目标的金融生态 台湾地区除了芯片制造业以外啊 它和美国和西方的联系 其实并没有那种实质性的比较深的那种连接 所以价值上远不如香港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治理香港的本质和难度啊 它其实是如何处理东西方的关系问题 那么将来呢 我们完成统一之后 特别是我们以武统的方式来完成了台湾地区的统一之后呢 那是则不同的啊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它牵扯面就比较小 台独在台湾地区闹的是比较凶了 而且咱们也承认 确实是很多台湾地区的民众 他心里头也是这么一种想法 但是如果我们出手用强硬手段完成了统一的话 那绝大多数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是一回事 另外他做什么样实际选择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就好像电影里所演的讹成民众那个心理嘛 所谓畏微不畏德 从强从微嘛 这是他的一种普遍心理嘛 那统一后的治理只要和我们国家的发展联系到一起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的未来 同时进行社会化系统的改造啊 并不是一个多难的事情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和平统一 因为这毕竟是最好的结局了 当然和平统一它有个不足 那个不足之处呢 就是和统嘛 你肯定要谈一些东西 要做出一定的妥协 面临一些掣肘 那么治理起来麻烦使会掠夺一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